您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通常新闻来看到桃园市卢竹区美孚大火烧出的空污问题 加上现场大量烧焦腹肉废弃物来不及清理 让住在附近的居民至今仍饱受恶臭困扰 熊枪客的各管市就建议了如果空污情况严重 最好是紧闭门窗避免户外晾晒衣物 非不得已要出门的话也务必要佩戴口罩 并且尽量要穿长袖衣物 罗主美孚仓储大火烧出空污问题 大火在10号发生 虽然17号火势已经扑灭 但由于堆质的废弃物太多 不时还有残火冒出 而闷在高温仓库多天的肉品也已经散发恶臭 我心中不出来了 就是臭臭的这样子 对啊 没有火在以前里面都很好 环境超好的 只要起风臭味就会飘现到附近社区 民众抱怨真的是臭到难以忍受 味道难闻是其一 空气品质也亮起红灯 不少人出现咳嗽恶心的症状 避免空污影响身体健康 胸腔科各管师建议几个做法 这时候一定要外出要记得戴口罩 后外出回家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自己先做好自身的清洁 然后换下身上的衣服 那这样在外面的衣服的话 也是最好先移到室内 可能用烘干的方式处理 各管师提醒空气品质差的时候 民众借家最好紧闭门窗 非不得意要出门时务必佩戴口罩 并且尽量穿着长袖衣物 避免落成悬浮微粒飘到身上 而回家后也要尽速换下衣物 清洗双手与口鼻 但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就要迅速就医 所以本身如果是气管比较差的病人 他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的状况 是不是有核瘦不止 或者是严重到你呼吸 已经有喘明音的状况的时候 就要赶快按时回诊 那有在规律药的病人 一定还是要记得按时服药 另外就很饮食搭配多喝水 促进新陈代谢 也能帮助身体快速排出 有害物质